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苏宇宏 欢迎收看台湾的故事 台湾的故事节目 有台湾社会成长发展的缩影 也有台湾随时代变迁 曾经发生的动人故事 欢迎您跟我们一同细细品味 今天的时光纪念册 首先要带您看的是 1940年新建的台北旧火车站 简单的平房建筑 是台北市的重要地标 也是不见不散的好地点 那么另外还要带您逛逛 1960年代的西门丁跟中华商场 还有1960年代 台湾最快最高档的光华号列车 您知道是什么样子吗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 这顿属于台湾的时光纪念册 今天的时光纪念册要带您看的是 在1940年新建的台北旧火车站 简单的平房建筑是台北的重要地标 不见不散的好地点 更是北上打拼的年轻人 踏上繁华都市的第一站 售票口大排长龙的旅客 车站前车水马龙的盛况 熄来攘往的人潮 都是曾经在这里排队买票 搭车通勤的人心中的一份珍贵回忆 而这份记忆也将随着铁路地下化 在1986年走入历史 当时西门町的店家和学生 为了庆祝铁路即将地下化 浩浩荡荡地上街 高举着旗帜跟标语 在他们熟悉的西门铁道上游行 因为不久之后 从远处就能听到的火车声 跟只有赶路时才会一直遇上的平交道 再来放下和升起时的响亮声音 偶尔在火车上跟来来往往的旅客 相视而笑 这样的景象就要消失了 1989年台北新站落成启用 也是台湾交通运输 正式走入地下化的开始 铁路地下化之后 台北市随着经济成长激增的人口 造成交通拥塞的问题也获得疏解 通往台北车站的铁道穿越西门闹区 最后一道柵栏放了下来 场景拉回1960年 当时的西门丁是台北娱乐重镇 一旁位于台北城墙旧址的八栋长条形建筑 由北到南分别以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命名的 旧式中华商场 中华商场的改建落成 为西门丁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光是戏院前前后后就有37座 咖啡厅舞厅商行到处林立 商场的位置离台北车站不远 在这个火车尚未地下化的年代 北上的列车要进入台北之前 一定会经过商场旁的铁道 闪瘦的霓虹灯招牌 跟热闹的街头景象 成为中华商场给人的重要印象 铁路地下化之后 透宽的中华路上少了火车与平交道 多了公车奔驰 方面的交通为中华商场带来大量的人潮 秦目的天桥成为商场与商场间 重要的连结 中华路到楼 看看商场里有些什么吧 成衣定座 军警配件 南北小吃 老人茶馆 有票算命 古董玉器 家电音响 十一住行什么都卖 宛如台北城内的大型购物中心 2003年兼具历史与流行性的西门丁 以新风貌重现 中华路的林蔭大道上 依然有着络移不绝的人潮与车潮 每到周末又有各式各样的表演活动在西门丁展开 改头换面的西门丁已经成为年轻 流行的代名词 缓缓开进火车站里的就是1960年代台湾最快最高档的光华号列车 现在看起来老旧的座位没有冷气空调 只有嘎嘎作响的电风扇 还有昔日的随车小姐在递送纸巾 重温往日驿站风情 伴随窗外的凉风浮面 火车压过铁轨的声音仿佛回到了过去 光华号特快车可是第一步骑用随车小姐的火车 当时每个车厢都有的光华小姐 挑选严格的程度就和空中小姐没两样 以前搭火车票价可不便宜 要搭上高级列车外出旅游算是超级享受 上了车还有列车长亲切的问候 细致出众的光华小姐为乘客送上报纸 递上纸巾 列车里还有设置餐车 饭后还有水果可以吃 还有热乎乎的咖啡可以喝 这么高级的服务就跟坐头等舱一样的舒适 光华号在1960到1980年代 在西部铁路干线 时速110公里的光华号 曾经创下台北到高雄 只要四个小时又四十分钟的直达记录 随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引进 光华号功成生退 但对四五年级生而言 光华号的风华却是抹不去的美好回忆 又到了新闻点播台 一同回顾台湾主题新闻时刻 今天的新闻点播台主题是台湾抢流行 台湾人对于流行的事物似乎特别感兴趣 为了不落人后排上几个小时的队也心甘情愿 我们现在就要带您回顾 曾经在台湾引发旋风的流行风潮 说起台湾人抢流行事迹 可以从1998年的弹塔旋风说起 1998年台北市出现了第一家普世弹塔店 让民众大排长龙造成了抢购热潮 可以说是盛况空前 不过普世弹塔带给民众的新鲜感 很快就消失了 这阵风潮也只维持了三个月 台队买弹塔最近已经成为台北街头的奇景之一 各家普世弹塔店的门外 大排长龙顾客等着把钱送上门 这里是两个月前第一家登陆台湾的普世弹塔店 供不应求的情况早已经是排队都买不到弹塔 10点钟发号码牌 客人是几点钟来排队的呢 早上4点半就来排了 而且请注意 拿了号码牌可不是立刻就可以买得到 请你下午或晚上再来拿 电话预约可以 但是9月底才能取货 每一家弹塔店生意都好的做不完 甚至发生顾客因为买不到弹塔不满 而向店家颇油漆的事件 究竟这种烤得黑幽幽 貌不惊人的普世弹塔有什么魅力 起司外皮酥脆可口 蛋汁内馅奶香浓郁 黑黑的焦糖越多 弹塔越好吃 应该是多吃几种的话 你们就可以分辨出其中的好坏 其实台湾已经烧起了弹塔大战 各家门派的普世弹塔店纷纷开张 基本上这种弹塔是由澳门的英国人 安德鲁所发明的 再由他的前妻马加烈在香港发扬光大 现在不仅安德鲁马加烈都授权台湾人开分店 连店里的大师傅也被高薪挖来台湾亲自长出 在1999年8月 由知名的素食店麦当劳推出的 Hello Kitty布偶 也引起了台湾民众排队抢购的热潮 店家陆续推出的各种不同样式的凯蒂猫布偶 让台湾民众不分男女老幼彻夜守候在门市 只为了抢购Hello Kitty布偶 那么现在就带您回顾看看 在1999年所引发的这股Hello Kitty狂热潮 Kitty猫的排队抢购热潮已经延烧了四天了 50万只的量今天宣告销售完毕 买到的人开心得不得了 但是买不到的人则是大师所望 他们一再向店员询问到底还有没有 他们的垄断 小姐真的都没有 对呀 公关有没有买到 下个星期又是一个排队噩梦的开始 商家就是看准了Kitty猫的魅力 今天又公布了新造型 准备在下个星期展开销售 只不过因为Kitty猫的魅力 确已经造成夫妻失和母女纠纷的后遗症 对此连业者也表示始料未及 大家来购买Hello Kitty的人 都表示是爱护Hello Kitty的人 是心中有爱的人 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够把这样子的爱心 能够散发出去 今年已经25岁的Kitty猫 就是这样子拥有广大的猫咪 尤其是妇女和小朋友们 都是始终的用户者 日本甜甜圈专卖店在2004年进军台湾 也引发了一股甜甜圈热潮 不管是日式还是台式的甜甜圈都非常热卖 而这种日式的甜甜圈 有别于一般传统甜甜圈 有各式各样的口味 不只是甜的咸的 可以说超出一般人对甜甜圈的想象 而第一家店在天母开张的时候 也引发了大批民众排队抢购 带您去清零现场 每分钟都有不同口味的甜甜圈热乎乎出炉 还刚上架又抢购一空 因为进门的每位客人都是一大盘买回家 跟他们要拿给孙子 所以就专程来排 三十个 到底排了多久 六个小时多 一点也不夸张 碰上耶诞佳节还能踏进店里买到甜甜圈 都得排个六七个小时 店铺外头还有更多更多排队的民众 全都是慕名而来 更有人已经吃上了瘾 比我们传统的甜甜圈比较扎实 比较Q 永远摆满了二三十种不同口味的甜甜圈 咬下一口扎实的幸福感 日本甜甜圈就是这样赢得台湾消费者的心 第二家分店耶诞节当天还要开 不过本土甜甜圈要用脆皮独特的Q感迎战 在特制的糖粉打个滚 咬起来咔嚓咔嚓的口感 这大牌长龙的民众全都是为他而来 因为好吃的时候我愿意 光靠人气最旺的奶油脆皮甜甜圈 一天卖出上千个 老板还不断地研发新鲜口味 这股甜甜圈热就看你爱什么味 每逢大年初一 各大庙宇都会涌入大批信徒参拜上香 在民间信仰当中 如果能在新春开庙门之后 抢得头香就是象征能够拔得头筹 新的一年一定好运不断 凌晨即时一到 等在庙门外的信徒 马上蜂涌而入 争着抢插头香 川流不息的香火跟人潮 让传统的年节喜气更有味道 就要带您去看看大年初一 在嘉义新港的奉天宫热闹的场面 凌晨即时一到 除夕晚上就等待庙门外的信徒 蜂涌而入 争着抢插头香 一时之间 庙内气氛整个沸腾了起来 香楼还因为插放太多的清香 产生发炉的现象 真的是万头钻洞 香火鼎盛 今年抢得头香的是 新港乡旅居台北开建设公司的信徒 我去年来插第三个 今年插到头香 这年中间我做的头路都很顺利 嘉义市新港奉天宫 抢头香的传统习俗 已经有三百多年 廖方人员表示 民间信仰中 如果能在新春开庙门后 抢得头香 就是象征拔得头筹好彩头 嘉义市唯一以玉皇大帝 为富四主神的玉皇宫 今年首度将民谷108通的传统祭典 提前到大年初一举行 借由鼓声传送人神交流 表达祝贺之意 大年初一各大庙与佛寺 都涌入大批信徒参拜上香祈福 川流不息的香火和人潮 让传统的年节喜气更有味道 有人求神拜佛是为了保平安 也有人希望神明保佑发大财 那么自从乐透彩开办以来 开启了台湾民众的发财梦 上亿的投彩奖金 也引发了疯狂抢购的热潮 各个采军行经常出现 大批排队人潮 更有不少人投入几十万加码包牌 梦想要成为亿万富翁 那么现在就要带您看看 永远让人希望无穷的 乐透旋风 排队排队 爆处都是大排长龙的人潮 顶着大太阳站在人行道 手上拿着自己的名牌 一亿的签注 十二亿的投彩奖金 吸引力真不小 彩金十亿 环赛并贵 希望你送大奖 谢谢 这位老兄拿着一大礼的签注单 七千八千九千 总共拿了一万九千元大钞 想当一碗富翁 这次加码下注的人 一次出手就是几十万 一二十万也有过 那这一次的话 它下了比较多 将近四十万 每个彩训行前 学生情侣老的少的 成员出动 连外国的彩迷 都下了三千柱十五万 让这一次乐透销售总金额 从九点开卖的四点二亿 每个小时不断飙高 越到下班时间更惊人 一个小时卖到二点五亿 贵了十二亿的投彩金 大家都拼了 不要中到十亿了 中一亿就好了 二三十个人集资 电脑全好 一阵在手 希望无穷 北京预估要让投彩彩金 顺利开出几率百分之九十八 要连七次共互的几率 为乎其为 所以全民总动员 希望这一次能够是Lucky Seven 看谁拿到这史上 最高额的投彩彩金 很多国外知名的歌手 纷纷到台湾开演唱会 而台湾歌迷 为了听偶像的演唱会 有着甚至好几个星期之前 就漏夜排队等候 甚至有人会搭帐篷 住在会场外 不管是台风 不管是下雨 坚持排队等候 这到底为了什么 这些歌迷会这么热情 就要带您去了解 热力无法挡的 偶像明星演唱会 亚洲小天王REN的魅力可真不小 演唱会晚上才开始 一大早就有歌迷大排唱龙 有的人全部武装带起整个棉被 累了就直接洗礼而睡 不过大部分的人 都是翘班翘侧来排队的 所以一看到镜头 纷纷拿起报纸杂志把力给遮住 要说REN有多受欢迎 这些排第一的粉丝们 可是两星期前就来排队了 那中间有被赶过 然后那也有发烧生病 然后但是大家团圆是互相配合 轮流来这边排队 就是希望能够来参与 这个REN的演唱会 不管刮风下雨 歌迷们还是耐心 等待进场的那一刻 有人远从香港新加坡来参加 就是要亲眼感受 小天王的魅力 我们是团体过来 大概一百多人 高举海报期待着 开唱的那一秒钟 一起跟着REN排半天 由一家国际知名的球鞋厂商 常常推出全球限量款球鞋 不但具备纪念价值 有人抢购是为了上网拍卖 好顺便大赚一笔 原本一双三千元左右的鞋子 因为限量的缘故 让球鞋迷彻夜排队抢购 当然也引燃了一股流行旋风 49号 304号 585号 念到号码的就是今天可以如愿买到鞋的幸运儿 到的这双鞋子吸引着长长的队伍人长 800多人占领其楼一路延伸 限量 纪念 增长 价值不菲 原来就是这件袖上的外星人同样的限量球鞋 袖量不多 一家念配额三十双 排队充号码买到不容易 其实原本要走了 要去吃饭了 有人买的做鞋链 有人说要上网标售肯定会赚一笔 大部分买这双鞋子都是舍不得穿 大概会标到一万多块吧 将近一万二 三千多云的鞋子原本不算贵 但因为落意不觉得人潮 更显现出他的脚头发 很多女孩子的梦想就是成为选美冠军 1960年政府为了拓展国民外交 争取海外人心 塑造社会安定的形象 首度开放中国小姐选拔 第一届中国小姐因此而诞生 当年对于参加比赛的加力 从外貌到品性都有严格的要求 那么到底美女应该具备怎么样的条件 过去的美女跟现在 又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 就要透过当年的影像重现 带您一块回顾台湾的选美年代 第一届中国小姐选拔比赛 在民国49年举办 选出气质端庄娴熟的林静怡 为中国小姐 重回西元1960年 中国小姐选美比赛轰动一时 当时的政府为了塑造社会安定的形象 争取国际原心 开放中国小姐选拔 第一届中国小姐只选一位 不过这第一位中华民国小姐 却赋予了政治意涵 因为当时的政府希望选出的这一位 是本省级的小姐 但事实上她们背负的 其实是更重要的国家外交任务 当时的国际环境不像今日严峻 中国小姐占尽优势 代表国家参加世界比赛成绩辉煌 不但不受到打压 更有如驻外使节一般受到各项礼遇 感觉上自己真的是很伟大 我从第一站开始到每一个州 都是州长 市长 亲自到机场来迎接 参观所有的联合国里面 每一个国家的那个办公室 到好莱坞他们的大明星都知道 我来了连大明星都出来 当时中国小姐的选美标准 丰裕的体态 凤眼 瓜子脸 21寸的小蛮腰 以及温热婉约的气质 说话更是轻声细语 那时候身高一定要158公分 一定要45公斤 像你们现在减肥太瘦 她不要胸一样 没有像现在你们是什么海绵胸罩 什么都是真实货真价实 其日的雪美嘉丽 如今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太太 1960年代获选为中国小姐 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说 就像是飞上枝头一样 为她们的人生带来了莫大的转变 像是汪丽玲她嫁入豪门 还当起了流浪动物的义工 而前中姐王满娇则踏入了演艺圈 到现在都还活耀于荧光幕前 其他的雪美嘉丽 林静怡 马维军都旅居美国 连芳玉是前副总统夫人 刘秀曼现在国内重伤 如今身居减出 淤衣定居马来西亚 而李秀英后来的际遇 却让中国小姐雪美蒙上一层阴影 阿斯维加斯她去做事宜嘛 她们的事幅就是这么短啊 并没有错啊 那就把她翻座的时候 她去那里跳脱衣物 当时的中国小姐雪美 只办了四届 因为受不了财务压力和流延攻击 政府决定停办 直到1987年又再度举行 到后来又转型为台湾小姐 在台美还没有断交 我国还没有退出联合国的年代 成为雪美嘉丽是相当风光的 中国小姐可以代表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荣耀 大放异彩 不过近来由于中共打压 使台湾嘉丽们除了要长得漂亮 有才华之外 还必须背负着更多的使命 大家都叫我Miss China 都叫我说我是中国来的代表 但是我并不是 我是代表中华民国台湾出来的家人 现在参加国际雪美的处境 更为艰难 对于台湾小姐来说 雪美有个更重要的任务 不只是为了个人的名气地位 而是在心中怀有 对这块土地的热情 思考如何让台湾走出去 多少年过去了 雪美停了又半 那五年的风光 除了从影像中回忆 当时中国小姐的风华 也成为台湾女性不灭的梦想 今天的新闻成为明天的历史 新闻中有台湾成长发展的历史 也有台湾数不清 说不完的故事 每一集台湾的故事 带您看台湾的新闻 说台湾的故事 您绝对不能错过 台湾的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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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